哈喽,每日都更新的俊俊来了 由魏哲明,张嘉宁主演的都市爱情剧《私藏浪漫》 可谓是本月的黑马田宠剧 7月31日在芒果TV首播后,就立刻引爆收视 夺下中国卫视收视冠军 人气热度还碾压了当时还没播完的 徐凯,谭松韵,你比星光美丽 这部《私藏浪漫》一共32集 改编自网络小说《办公室隐婚》 故事讲述十年前曾为同窗的吐晓宁 张嘉宁是,与季玉衡,魏哲明是 有着尽快结婚的共同需求 因此两人达成协议决定成为夫妻 对吐晓宁来说,从小就是学霸 现为银行精英的季玉衡 是远超预期的结婚对象 但在季玉衡眼里 年少的吐晓宁曾是照亮她的光 因此与她结婚是她唯一坚定的选择 两人好不容易确立婚姻关系后 季玉衡却突然成为吐晓宁的上司 这对新婚夫妻只好被迫展开一段 鸡飞狗跳的办公室密恋 同时携手探索婚姻的意义 由人气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最怕选角不贴合援助角色人设 经常成为书粉最担心的问题 但私藏浪漫刚宣布选角阵容时 却罕见引来大批书粉的称赞 不少人认为演过无数霸总角色的魏哲明 非常适合全市银行精英的角色 穿上一身笔挺西装 俨然就是帅气脑性男的形象 女主张嘉宁以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瘦 走进大众视野 随后出演过无数电视剧 但其中最红的代表作绝对是一闪一闪亮星星 以时空循环为架构的校园悬一剧 开播前原本无人在意 开播后竟成为爱奇艺史上热度最高分胀剧 甚至红到开拍电影版 张嘉宁不仅能驾驭好不同类型角色 过往演技也一直被赞 此次饰演职场小白的角色 对于演技一直都在线的张嘉宁来说 简直一如反掌 魏哲明曾在许多甜宠剧和先生的恋恋不忘 对你不只是喜欢都演过霸总角色 经常以又纯又郁的吻戏红上热搜 被粉丝戏称为霸总专业户 尤其他还在去年人气录剧《以爱为营》中 饰演财经战略专家 最近他刚拍完杨子国色芳华 剧中饰演杨子的前夫 杀青特级曝光后 魏哲明的扮相被网友大赞是古装美男 不少人认为他的帅度超越男主角李线 播出后搞不好锋芒会盖过李线 这次在私藏浪漫 扮演银行精英的角色对他来说算是舒适圈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 私藏浪漫还加入先婚后爱的元素 因此魏哲明不单单只是个霸总或银行精英 还晋升为超级疼爱老婆的人夫一枚 34岁的他明明已不是小鲜肉的年纪 却依然有一种少年感 完全不显老 不少网友认为他的颜值实力都被低估 希望此次私藏浪漫与之后的 国色芳华能接力让他一举翻红 这也让粉丝们笑说 人夫这个赛道终究还是让魏哲明闯进来了 此次张嘉宁在剧中饰演女主图小宁 年少时期虽然是学渣 长大后顺利进入银行工作 目前正处于转正的关键期 处于某个目的决定和十年前的老同学 纪玉衡协议结婚 魏哲明饰演的男主 纪玉衡 从小到大都是优秀的学霸 长大后成为银行里的不可缺少的骨干 十年来对图小宁念念不忘 看似冷漠 实则会把所有温柔都留给情人 除了男女主之外 私藏浪漫的配角也引发热议 在赵丽颖 冯绍峰主演的爆款宅斗古装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中 张嘉宁饰演圣家五小姐圣如兰 性格直爽 没诚服 经常开枪搅柔造作四小姐 圣墨兰 诗诗诗 因而广受观众喜爱 但该角色在剧中却是圣家老爷 圣红 刘军氏 最不喜欢的女儿 圣红不喜如兰的娇蛮任性 加上如兰不懂嘴甜奉承 因此经常被父亲责罚骂哭 十分畏惧父亲 如今 刘军这次在私藏亮漫二度 饰演张嘉宁父亲 刘军这回给予女儿满分的尊重 连面对女儿闪婚都超开明 反差改变也被网友赞报 另外 饰演张嘉宁妈妈的实力派女星胡可 她跟张嘉宁同样是二大 张嘉宁曾在如意传 饰演来自蒙古的影妃 性格直爽率真 胡可则饰演纯飞苏绿云 性格温顺 胡可这回在私藏浪漫 性格活泼 与张嘉宁推荐相亲人选时的 讨好表情超生动 但听到纪玉衡坦白对女儿的心思时 胡可神情又变万分严肃 精湛演技让网友称赞 私藏浪漫最大的看点就是男女主角 人前同事 人后夫妻的设定 由于两人是为了达成各自的目标 才决定协议结婚 而他们都在同一间银行上班 男主角纪玉衡 魏哲明氏 却偶然成为 图晓宁 张嘉宁氏 的上司 为了不让同事察觉婚姻关系 他们只好在大家面前 装作不熟的上司和下属 却也因此发生很多逗趣的插曲 像是不小心拿错识别证 两人还得像是 史密斯夫妇一样 大费周章 闭人耳目 只为了拿回正确的识别证 被观众笑说是偷感最重的一对夫妻 刺激又甜蜜 比办公室密恋更好看的是 在职场总是一丝不苟且冷漠的际遇横 上班时间会毫不留情地指出 图晓宁的错误或放狠话 但下班后就会变成超级老婆奴 为了让图晓宁真的爱上自己 使出各种手段开聊 还出现了不少令人怦然心动的台词 那以后在银行里我是领导 在家里你是领导 下班时间不要叫我季老师 先婚后爱的互相拉扯 两人却又有个怀案戳戳小心思的恋爱 真的令人欲罢不能 私藏浪漫除了结合 办公室密恋加先婚后爱的元素 另一大看点是男女主角 其实是年少时期的同学 图晓宁不知道的是 季玉恒早在十年前就暗恋她 十年后久别重逢 决定协议结婚后 对女主角来说是先婚后爱 但对男主角来说 却是梦想成真 剧里不仅有成人职场戏外 还有大家最爱看的青春校园戏码 今年已经35岁的她穿上制服 却毫无违和感 真的有让人梦回 一闪一闪亮星星的感觉 该剧播出后 也收获了许多剧迷的好评 魏哲明饰演的季玉恒 被赞拥有少年的羞涩 英雄就美的安全感 还有人夫的生活感 虽然身为霸总 但她并非高高在上 没有温度 偶尔也有不擅长的地方 和自卑敏感的时候 对女主角更是绅士又温柔 事事都放在心上 让网友纷纷表示 季玉恒根本是完美老公 张嘉宁饰演的女主角 图小宁的人设也备赞赏 虽然只是职场小白 但她对工作认真负责 勤勤恳恳 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有理想 有追求 她不仅不是古早小说中的傻白甜 也不是硬要掰成 女版霸总的强硬角色 图小宁聪明可爱的个性 十分讨喜 为这部浪漫小甜剧 增添了不少欢乐色彩 虽然剧版删减了一些 原著小说里的细节 不过大多数人则认为 改编后更加合理 也让角色变得立体 像是图小宁 张嘉宁氏 的人设增强许多 变得更加独立 有主见 两人的感情过度 也十分自然 不会为甜而硬凑 职场隐婚的部分 作为最被网友诟病 不现实的元素 也改编成隐恋 让整体剧情更加合理 除此之外 私藏浪漫 倍赞节奏明快 在短短三集内 男女主角就完成相遇 求婚 同居 一气呵成 剧情没有不必要的支线 或恶人阻碍 整体氛围十分甜蜜 剧中没有突兀的糖点 所有情节都水到渠成 从久别重逢后的相互试探 到直求对决 浪漫氛围让人心动不已 另外 虽然私藏浪漫的故事情节 涉及霸总隐婚 暗恋多年 久别重逢 有些俗套 但网友们表示依然超级上头 不但越看越想谈恋爱 更是一集集停不下来 张嘉宁和魏哲明的好演技 也让人能忽视剧情的狗血 自然而然地投入进去 总体来说 这部私藏浪漫 男女主魏哲明和张嘉宁 不仅演技可圈可点 CP感更是爆棚 剧情节奏紧凑 还有很多大家爱看的甜宠元素 还是蛮值得一看的 最近剧荒的小伙伴喜欢这种类型 不妨追追这部 好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有在追这部的吗 快来评论区和大家一起分享 你的追剧感受吧